又是一起突发事件 今天早上一个湖南常德市的永安中学还是小学 门口发生了一起故意冲撞学生的事件 一个白色的小车 还好是一个白色商务车 不是大车 大车的话就毁了 就像那个珠海那个SUV 我去 那撞一下人就飞走了 小车的话 他可能撞几下就坏了 我看那个视频里边 大家都拿棍子打那个司机嘛 就是那个司机被停下来以后 被人揪出来 他的车也撞的报废了 这玩意儿有点吓人哈 这个汽车你没法防 如果说是枪械了刀具你可以防 这汽车你咋防呢 还是要在基层多做些工作 减少这种冤屈的事情和不公平的事情发生吧 对吧 你看无锡呢 学校都发生那么的惨 好吗 哇 对吧 好吗 好吗